沙尾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往东是新州社区 往西是另一座城中村沙举村 往南就是翠湾工业区 各种交通四通八达 沙尾村不仅有狭产的小路 有百色美味小吃 有灯红酒绿的发廊 有散布在每个角落的网吧 还有那数不清的共享单车 让人这里也成为了很多小哥哥小姐姐 打工的青春栖息地 一到晚上沙尾村是一看灯红酒绿的景象 不少站街公然站在门口做生意 还有些租客干脆和朋友干起了个体经营 他们一个个站在街边招揽生意 让生活在附近的其他租客生活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让很多租客有鼓说不出 当然房租便宜 同时租客多 这也是沙尾村能吸引很多 深漂足的另一个原因 沙尾村是福田三沙比水一岗之一 很多年前外国人来到沙尾村 开了很多娱乐场所 出现了一些非法的边境活动 沙尾村也进入了公众的市场 当地人口的数量也十分的少 只有1500多人 但是这里却住着3万多的深漂人 其中还有8000左右是白领人员 其魅力可见一般 对那些回揣梦想的年轻人而已 这里可以是你的暂时居住 多年前由于流动人口众多 当时的沙尾村出现了很多 缺乏规范的经营性场所 休闲更新 推替于这些 我们看来是放松娱乐的地方 在当地却具有了另外一种环境 之后由于不好的社会影响 当地的灰色产业链 被逐渐打击消失点 如今沙尾村容纳了3万余申条 吸引了许多在周围大企业工作的白领 和上班族在此居住生活 社会风气呈现着积极健康的面目